全都是西班牙的DU 現在我們在西維爾機場 我們昨天去看火車票因為太貴 所以就改搭內陸機 今天的計劃就是回到馬德里的酒店 檢查一下 然後會坐火車北上去一個城鎮 Segovia 我們現在在馬德里去Segovia的空中 坐火車去了 在馬德里的站有很多田路的路線 所以在主站裡的交通也挺亂的 就算買一張票 也不知道在哪裏入站 因為它很兇氣的中心 就算買了票 好似我們這一條50乘路線 在網上的M線很多都是說是一隻車 但其實不是 其實我們是由市中心這一條線 是要去到這個站全斜 就算在票上 就算在票上 也就是 在票上 這樣查尼 就算在票上 也就是寫著馬德里去Segovia 但是後來我們問人才知道 原來這裡是看轉車的 Segovia 是馬德里以北的一個城市 網上的資料多數就說 30分鐘火車到 實際上連轉車等車時間 是一個小時左右 這裏有大量明星古蹟 包括主教座堂 古羅馬水道橋 白雪公主城堡 和很多羅馬式風格的教堂 而我們來的目的就是 吃好東西 補出名的Gastia McChoy 蕭魚豬 你可能都看過類似這樣的片 最大的特色就是 將突損的乳豬 拋到外槌來 用碟都可以直接切開 切完之後 直接拋掉 這個賽 以Segovia 這裏 幾間餐廳的城市 最出名 蘇菲是很嘴釣的 所以 餐廳 從不敢抬蠻 刨完食瓶之後 最終選擇了這間 Hosse Maria 果然好味道 一人份量大概是六分之一隻 Hosse Maria 價錢會比較高的一間 而且沒有傳統的訂裂效果 至少隔壁桌子 點了一隻 我都沒有看到它爆裂了 聽說另外兩間 還有這樣的表現 不過兩間近幾年 苦皮多一點 所以我都是更加好吃的水道 現在我在Segovia 最主要的港館 水稻橋 暫時你會看到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感 其實它一路伸出去 是一個 引水的道 即是 古羅馬時期的水道 你看 一路伸伸伸伸伸伸伸 一路在雪山拿水 實際上 這一條橋 有千幾二千年歷史 到現在都還在供水 多數西丹牙的自由行 以馬德里 或者巴塞羅拿梁 大城市為主 如果你的行程都是這樣的 那Segovia 近近地 是相當值得推薦的 一個遊行點 但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回馬德里的火車時間 好像我們這樣 當日的尾班車是8點多 由水道橋回Segovia 火車站 還要坐多程巴士 所以 計劃用公共交通工具的話 最晚7點鐘 要起程離開了 最好是當日早上來到的時候 買定回程的車票 和查清楚巴士的時間 今集就是這樣 下星期再見 我是族長 如果你想看我們更多的影片 現在就在Youtube上搜尋 即是我們的頻道 然後點紅色按訂閱 以後我們有新影片上架 你就會馬上知道 跟手 Like我們Facebook page 那裏除了可以看到 我們自由族最新的動向之外 還有很多旅遊產品介紹 最後 你還可以加上這個WhatsApp number 以後去旅行報價 查位、訂位都很方便 多謝支持 下集再見